大家好,这里是历史万花镜。 在古代朝鲜,女性从医原本是一项令人敬畏的职业,然而她们却被称为一镜。 这其中的称谓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复杂历史和文化背景? 女医们的工作到底是什么?为什么她们会背负上这样的称号? 是身份的错位,还是社会的偏见,让这一群体承受着双重身份的重压? 在她们的职业生涯中,究竟是救死扶伤为主,还是另有其他隐藏的职责? 在古代朝鲜,社会风气保守,男女大方的观念根深蒂固。 宫廷内外的女性,尤其是地位较高的贵族女眷,往往因为休于向男医生诉说病情而延误治疗,甚至酿成悲剧。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,朝廷开始培养女性医生,也就是医女。 这一举措,不仅体现了朝廷的务实态度,也反映了社会对女性专业人才的需求。 医女制度的建立,可以说是应运而生。 朝廷从年轻的宫女中挑选聪明伶俐的姑娘,让她们跟随太医学习医术。 这些女子不仅要掌握基本的诊疗技能,还要精通妇科疾病的治疗。 随着时间推移,医女们的技术日益精湛,逐渐成为宫中不可或缺的一员。 她们的存在,为宫中女眷的健康提供了有利保障,也为医疗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。 医女们的出现,不仅解决了宫中女眷就医难的问题,也为普通百姓家的女儿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。 许多贫苦家庭的女孩子通过学习医术,不仅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,还能获得社会的尊重。 一时间,医女成为了一个令人向往的职业。 这种职业选择,为当时的女性提供了一条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,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。 然而,这个看似美好的制度,却在后来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变故。 历史的车轮总是充满了戏剧性,一个原本旨在造福民众的制度,却因为权力的滥用而变质,给无数女性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苦难。 医女制度的发展本应该是一个美好的故事,但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。 这个转折点就是朝鲜第十代国王李龙,也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燕山君的登基。 他的出现,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,激起了无数涟漪,也彻底改变了医女们的命运。 李龙自幼丧母,性格乖利。 他虽然是嫡长子,但能力平庸,唯一的优势就是符合力敌力长的继承制度。 然而,这个制度却成了朝鲜王朝的一个致命弱点,让一个昏庸无能的人登上了至高无上的王位。 李龙的登基,不仅是朝鲜历史上的一个污点,也成为了无数女性悲惨命运的开端。 李龙登基后,整日沉迷享乐,对朝政毫不关心。 他的荒淫无度很快就显露无遗。 后宫家里三千都无法满足他的欲望,他的目光开始转向其他地方。 恰巧,太医院的医女们引起了他的注意。 这个决定,不仅改变了医女们的命运,也给整个朝鲜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。 在李龙的淫威之下,医女们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他们不再是受人尊敬的医者,而是成了取悦君王的工具。 李龙要求医女们学习歌舞,掌握侍奉君王的技巧。 那些有姿色的医女,更是被安排了难以启齿的工作。 这种强制性的角色转变,不仅摧毁了医女们的尊严,也扭曲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。 就这样,医女变成了医技,他们的主要工作不再是治病救人,而是满足君王的私欲。 这个转变,不仅摧毁了医女们的尊严,也玷污了这个原本神圣的职业。 医女制度的初衷被彻底扭曲,成为了权力滥用的又一个牺牲品。 李龙的所作所为,在朝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。 然而,在绝对的权力面前,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。 那些敢于禁言的大臣,往往会遭到严厉的惩罚,甚至丢掉性命。 于是,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明哲保身,对李龙的荒唐行为视而不见。 这种集体沉默,不仅助长了李龙的气焰,也加速了整个社会道德的崩塌。 更可悲的是,一些王公大臣看到李龙的所作所为,非但没有感到震惊和愤怒,反而起了效仿之心。 他们私下里也开始设立一计,将这种陋席带到了民间。 这种行为的蔓延,使得原本局限于宫廷的恶习开始在整个社会中扎根,对社会风气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。 原本神圣的医女职业,就这样在权力的游戏中变得面目全非。 那些怀揣着就死扶伤梦想的女子,不得不在现实的压迫下低头,成为权贵们的玩物。 她们的命运,成为了那个时代最为悲惨的缩影。 这种制度的扭曲,不仅摧毁了无数女性的人生,也严重阻碍了医疗事业的发展。 在这样的环境下,医疾们的处境可想而知。 她们中的许多人,原本是出身贫寒的女子,通过努力学习医术,希望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。 然而,命运却给她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。 她们的梦想被无情地粉碎,曾经憧憬的美好未来变成了难以摆脱的噩梦。 有些医疾试图反抗,但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力量是多么渺小。 在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,她们连最基本的人全都无法保障,更别说反抗君王和权贵了。 许多人只能选择逆来顺受,在痛苦和屈辱中度过余生。 这种无力感,不仅摧毁了她们的意志,也深深地伤害了她们的心灵。 更令人心痛的是,即便是那些原本受人尊敬的医女,也无法幸免于难。 她们的专业技能被迫搁置一旁,取而代之的是取悦权贵的技巧。 这种巨大的反差,给她们带来了难以言喻的精神折磨。 曾经的荣耀变成了最深的耻辱,这种身份的转变对她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打击。 李龙的统治最终走到了尽头。 在位十五年后,她因为种种恶行被朝臣联合起来废除,流放到了桥桶岛。 两年后,她在流放地病逝,结束了她荒淫无度的一生。 然而,李龙的倒台并没有给这个饱受创伤的社会带来立竿见影的改变, 一纪制度的影响依然深远。 然而,李龙的倒台并没有给一纪们带来解脱。 这个制度已经在社会中扎下了根,成为了一种难以根除的恶习。 即便是在李龙被废除之后,仍然有不少王公大臣私下里保留着一纪。 这种现象的持续,反映了社会道德的沦丧,已经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地步。 一纪制度的存在,不仅摧毁了无数女性的尊严和梦想,也严重损害了医疗行业的声誉。 曾经核实,医女还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,而如今,一提起医女或医计,人们想到的只有那些地位卑贱的青楼女子。 这种观念的转变,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。 这段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,它告诉我们,一个社会的进步不仅需要制度的完善,更需要道德的约束。 当权力失去制衡,当道德沦丧到极点,任何美好的事物都可能被扭曲和破坏。 这个教训,不仅适用于古代社会,对现代社会同样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。 一女道一纪的转变,是古代朝鲜历史上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。 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男尊女卑观念,也暴露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弊端。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,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权力的制衡,需要道德的约束,更需要对弱势群体的保护。 今天,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,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性别平等,继续推动社会的进步,让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。 好了,感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次见。